还有昨天晚间在新北市新店区安新路吉人中学前惊传死亡车祸 一名机车骑士遭到撞击之后被卷入机车车顶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机车人员敢抵处理迅速把赖性伤患松衣抢救 但仍然毁天拔树 到底是因为台风天的风雨影响到视线 还是有其他的肇事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 一辆机车车停防路旁 消防人员忙着将伤者从底盘救出 就在二号晚间七点多 新北市新店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死亡车祸 机车受到撞击倒在远处路面中央 事发当时六十多岁的赖性清洁工 顶着风雨震要骑车回家 没想到在经过安新路跟吉安街附近时 和一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衰落路面 在被后方行驶而来的计程车卷入车底 送以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最终抢救不治 警方初步调查后 将计程车驾驶周姓男子 以及小客车驾驶流姓女子 依过世致死最嫌 含送台北地检署承办 但新店区台风天不平静 三号清晨又发生了一起火车自装意外 驾驶座上司机表情痛苦 火车车身也已经严重变形 据了解这辆小货车在的 都是要送往各地早餐店的面包 驾驶当时真要前往送货 结果疑似因为下大雨实现不良 这辆车撞击路中央的耗质感 消防队获报后抵达现场 发现驾驶受困车上立刻叫来支援 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 终于将车上的受困驾驶顺利走出 索性驾驶送一时已是清楚 初步排除走驾原因 详细车货原因还有待警方 后续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